基隆社區大學的黏土人形公仔課程 在劉鳳朱老師的帶領下 不斷有新的創作 這次師生們特別用黏土 來呈現基隆的卡瑪丁海鮮特色 栩栩如生 我們有做卡瑪丁的海鮮 然後因為我們是在地基隆人 我希望可以把在地的特色呈現出來 然後用黏土 還有一些技巧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每個學員都做得非常的棒 我們在製作當中 它是非常迷你的 差不多差不多三公分五公分大的東西而已 然後利用黏土它的特色 還有它的柔軟性 然後呈現譬如說有魚啊 有龍蝦 然後這一些的那種肢體的話 我們會用一些小技巧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一雙手 可以把它捏出來捏縮出來 然後加上我們的色土 色土就是用一般的油彩原料 去上色然後它就會栩栩如生 另外還有不同造型的人形公仔 原來都是代表每一位學員自己 大家完成作品後覺得好有成就感 12年前我到基隆的文化中心 看到劉老師的展覽正好結束 我就很衝動說這些展的東西是不是可以能夠有機會接觸 所以就一直到現在已經12年了 我跟著老師到過新竹 包括桃園 桃園還有很多的地方 那我覺得劉老師的東西有國際化的水準 這次的這個製作的話 是以我們每一個人自己來做的公仔 所以我想說 班上所有的同學都跟老師學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當然還有很多東西未來在基隆可以有很大的發展 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來當我們的同學 我非常感謝劉鳳朱老師的指導 那我跟劉鳳朱老師學習了將近十年 然後這一次劉鳳朱老師他特別設計了我們每個人的特色 就是根據我們的生活照 然後做一個跟我們一模一樣的一個人形公仔 那我覺得說我跟劉老師這十年我們學過非常多的作品 可是這一次的人形公仔我覺得非常有代表特色 就是代表我自己個人 那因為他就是我 他就是小東妹 我可以帶著他 去玩也好啦 或者是去任何地方 他可以跟著我一起生活一起拍照 我覺得說這是我近十年來最有代表特色的一個作品 所以我對劉老師也是非常的感謝 人形是屬於我們的搶手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人形就是做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肖像錢做出來 然後很可愛 他的特色就是把頭手還有身體還有一些服裝呈現出來 然後他變成喜喜如生 譬如說像我就是小鳳豬的感覺一樣 在老師的指導下 學員們將黏土結合創意 完成多件精彩的作品 也享受不斷學習的樂趣 記者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